加拿大学签申请有什么过签的秘诀吗 当然是有的 不然为什么自己申请和专业机构申请通过率差别那么大呢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持牌移民法律顾问市警司 这里是我的移民留学频道 每周我都会跟大家分享移民留学的干货资讯 欢迎关注点赞加转发 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做一对一的沟通 影响加拿大学签过签的因素有很多 签证官拒签的原因也是五花八门 像我们最近有个DIY两次被拒的客户 他的英语不错 觉得自己申请学签也能过 结果呢 DIY两次都被拒了 三千终于不敢冒钱找到了我们 给我们做了一个月就收到了学签的火批函 被拒签呢 首先就得让持牌顾问吊挡 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被拒 学习计划 微过年薪和资金方案都尤其的重要 尤其是对年龄英语都不占优的申请人 申请的专业和过往所学不一致 更需要做详细的说明了 这时候鬼经验的文案就相当有优势了 我们做了这么多案子 知道签证官喜欢看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申请又容易被秒据 总之啊 你DIY不是不行 就是可能因为几万块钱 错失了加拿大留学移民的入场券了 当你提交学生申请的时候 需要证明有足够的资金 支持自己在加拿大的生活和学习 加拿大移民部要求 所有的国际留学生要证明资金 足够支持第一年的学费 以及任何随行家属的生活费 不能让签证官治理你的经济支撑的你 同时应该仔细审查 申请提交的经济证明文件 如果有漏掉的材料 或者准备的材料有瑕疵 针对性的提交其他文件 证明你符合资金要求是必要的 比如你的资金虽然看起来很充足 但它来源是不是足够清晰呢 怎么来的也很重要 如果你自己分析的不够清楚 那一定要找专业人士来帮你做分析了 否则2000和1000一模一样 还是会被拒的 接着就是归国联系 学签是一种临时性的签证 它是有有效期和到期日的 你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说服签证官 你会在学签到期的时候 离开这个国家 当然啊 你可以申请延长学签 毕业后呢 也可以申请移民 事实上啊 加拿大政府设置了很多政策 来帮助留学生完成学业之后 在加拿大的逗留工作 或者直接过渡到永久居民 但是啊 在前期申请学签的时候 你必须要让签证官相信 你在失去身份的时候 不会非法的留在加拿大 如果你没有充分的理由 证明在学期到期前回国 那也一定会被拒的 一般啊 在陈述的时候可以表明 你与自己母国的根基 年系 你的爱人 家人 工作 宠物 以工作为例 你可以表明 你到加拿大留学之后 回国的职业规划等 这里请注意一下 加拿大是允许申请人 有双重意图的 如果你的条件比较好 自身有多种选择的机会 也可以大胆的表明 自己将来的移民意图 还有呢 这是专业和学校的选择 也是有技巧的 怎么在现有的学位和学校 在专业里面 选择更具有说服力的 去哪个省份 更容易留下来 更容易找到工作的 大龄留学 应该怎么选择成功率更高 道读又该怎么描述 更具有说服力 所有的这些细节 都是需要多年申请经验的 专业人士 才能帮你注意到的 虽然加拿大现在 帮助签证的审理官 也有很多不靠谱的时候 但是专业人士 大多比你自己 DIY的成功率更高 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如果有具体的问题呢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也可以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我是加拿大持牌移民法律顾问 我们做的学期案例 从五岁到五十一岁的都有 一定能给你一些有用的建议 别忘了一见三年 我们下期再见